馬上開始吧 正式出現 早餐夾雞肉 配上一個多角色 現在要 還輕我脫 輕我會脫脫 對 來 趕快 趕快先吃啊 趕快趕快 趕快 之後買 用筷子 用筷子插下去 雞肉的話比較需要插下去 我會講 去說 你們如果說 可以這樣插下去的話 表示這塊就差不多熟了 對 這樣吃到嗎 也不要烤 烤得快 吃太熟了 因為太熟的話 他就沒有水分比較難要 對啊 從來都沒有 因為我聽過會很痛快 謝謝 有沒有聽過烤狀 有了喔 在哪邊聽到人 從 從來會想說要來吃飯 會想嗎 會喔 沒有 阿會 阿不敢跟家裡面講 都是祝兒美嗎 還是祝張嗎 太貴了 和美 加一折 加一折公仔 媽媽 媽媽 家人跟平日不一樣 不一樣 那加日跟平日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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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今天呢 六百多 六百二十六,加一支 哇,那你們加幾個啦 你們加幾個 四個,六百二十六 乘以四,多少 二千五 所以不可能來支 沒關係 那今天非常開心 那我們 請這個彰化家福的小朋友 來我們烤狀眼這邊體驗一下 烤肉齁 那因為我們的集團 我們的創辦人 我們的彭總經理 他早期其實也是 非常辛苦,那從這個 大陸到台灣來創業 那本著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的這樣的一個精神 那我們今年在 加福就是辦這個 睡末齁,就是在中秋 那個聖誕節前 辦一個這樣的加福的活動 已經第三年 我想這個 加福中間的小孩子 他們比較少有這個機會 來 我們烤狀眼用餐 那我們就有跟這個 加福這邊聯繫 因為加福中間的小孩子 其實有三千多位 那我們希望 對三千多位 那也希望說以後 我們還是持續辦這樣的活動 讓大家都能夠有這個機會 輪流來體驗這樣的烤肉的樂趣 我們真的很感謝 那個 我們彰化這邊的 烤狀元 那我們 陳協禮這邊 還有他們的員工都很熱誠 在聖誕節前夕 今年已經第三年 招待我們 加福這邊 來這邊用餐 那大家知道說 烤狀元來講 對他們的 來講的話 消費來講 比較沒有能力去消費 所以他們今天來的時候 我剛剛問一問 幾乎大部分的人都沒有來過 他們很希望說 這個東西 這個聖誕節的 這個餐會能夠持續 那剛剛我們 陳協禮說 未來也會擴展到 園林那邊的烤狀元 招待 藍漲化的孩子 那 讓加福孩子 感受到烤狀元 給他們 睡末寒冬的一個溫暖 對 來先吃 底盤就是要吃的啊 而且這個要小心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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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神秀俗 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